我赌你不敢踢过来 因为你踢过来 你的屌 你的脚 讲道理 你想一看 他一级学的W怎么杀他 A我两下 没关系 打艾克 其实我们应该在腐败药水会好一点 我是两级QA 就看你这一波愿不愿意换一血了 搞事情 配上打野去搞事 来 看到瞎子没有瞎子来了个 小赵 来 QJPWA 好咬他了 A 小拿了一波窗杀断了 漂亮 W 再QA一下 死了 伤害就是这么恐怖 兄弟们 看到没有 我的被动伤害也太高了吧 被动 太夸张了 我这个被动也太 伤害也太高了 我这个被动 推了 六级 六级的话可以直接越塔 这一波咱们直接越塔杀艾克就行 这也是一波 转折点 慢一点 这个炮车慢一点推 等W的CT刚好 等兵线进塔 这一波一套秒 等一下提亚马特 WQA 直接秒杀了 然后呢 顺带吃一层塔皮 瞎子在下边也去看到没有 过去追一下 来 翻墙 吃了一波 吃了一波经验 那赚了 不是很亏 再回中路 下路的话是石头人配上女警 再去阴一波艾克 应该可以 他可能会过来 看到没有 这个流血太变态了 这个流血 推卸 倒 瞎子身上就是有蓝的 这波的话 想要蓝的话 只能从瞎子身上拿了 这一波 不要用蓝 留一个Q的蓝 去杀这个瞎子就行 瞎子可能会在来的路上 AQA就死 AQA 蓝buff拿了 再去抓一下下路 女警很危险 翻墙 Q接瓶接W 出发电刑治疗没有用 推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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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去杀一波瞎子 然后挂机了 对吧 说明打野可能在附近 打野可能在我们家红霸 相信我 这就是意识 看到没有 就这个意识 值不值得你点一波小写的关注 当我看到他蓝buff没有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可能在打 我们家红buff 走 ADC在哪里 他还玩个机器人上弹 他以为他是主播呢 这个人 靠我而已 正好 正好这个跳弹给我击飞了 他在空中的话是开不了大的 刚刚好 这波跳弹刚好是类似于石头人的大 只是一个有伤害一个没有伤害而已 就这么简单 翻墙 幽梦一开 他已经死了 翻墙 Q点了 哇 死 伤害很夸张的 看吧 伤害是相当的夸张 A了 丢了 QA直接秒杀 继续推他 石头人来了 小心一点 虾子出来了 八级虾 石头人不会产生一个Q再接个大吧 应该没有这么细吧 应该没有这么细的 虾子 已经开始上头了 现在 逐渐开始上头 先推一下 哎呀 可以啊 是一个人 走 21分钟 300刀 兄弟们 你没有听错 21分钟 有300刀的 QA直接杀两个 伤害非常恐怖 嗯 我也要